第十八屆第六次定期會議中 先議員陳漢利對南投市區內 玉井街的道路頻頻開挖 一年之中就開挖五次 只以縣府工程建設為事先規劃好 造成民眾的困擾 千議員陳漢利對草溪路下水道的工程 使道路不平整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緊急處理 現議員陳漢利則是對頭一三一線 防護措施該如何施作 才能確保來往車輛的安全 請相關單位進駐處理 到一三一線四點七公里的地方 因為最下課的時間 在那裡有很多馬車 這萬年去到那裡 但是我是一位 在那裡你剛才的官長在說的 那是反不及其 但是可以消極性的作法 所以我覺得長久之際 還是要做民稅道 感覺說一定要下邊以前 民稅到今年 你 稅出稅務都一樣下邊嘛 現議員們希望 縣府在施作道路工程時 也考慮到民眾的感受 不要造成民眾的困擾 而道路邊坡容易落實的路段 更應該緊述加強防護措施 以確保用路人的安全 記者陳建豪 李永勝 南投現議會 採訪報導 好 好 好